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的设计混合了欧式轻车和日式设计风格 为何这两个风格会合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呢 因为女户主比较喜欢欧式的感觉 希望家庭会比较温暖 所以我们运用了橡牙色和卡奇色的颜色的配搭 去营造一个比较温暖的家居氛围 单位410多尺 厨房扩大换上玻璃门减低压迫感 并用上大量云石纹 不同位置加入金属点缀 亦预留空间摆放水晶 添加欧式高贵感觉 客厅一列长身设计好像一个个画框 希望将整个客厅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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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我们会做了很多食面的长身 配合整个欧式的感觉 这个设计的概念 亦来自画廊的概念 所以在长身的设计上 我们会分开上限两款的花线去点缀 而这些长身的背后隐藏了不同空间 我们做了一个堂门系统的机关 收起电视机 在互主有需要的时候 才打开这个堂门机关去欣赏 电视柜下面预留了空间摆放舒适 欧式元素延伸到主人房 但用色就比较突出 绿色这边是衣帽间 女部主有一个很明确的要求 她想有一个独立的衣帽间 但因为整个空间有限 我们用了一些衣柜去分间了 一个开放式的衣帽间 运用了一个青瓷的绿色 和一个象牙的白色 去营造一个比较突出的颜色效果 为了兼顾保持私隐度和引入光线 衣帽间以长红玻璃分隔 隧床升高下面是储物地台 为房间提升收纳空间 全屋唯独是客房与别不同 根据南户主的喜好 采用日式设计 物料和用色有很大差别 我们运用了一些白杖木的颜色 去营造日式风格 以及配合一些和纸 木条纸的设计 而衣柜方面 也做了一些开放式的空间 摆放南户主的一些收藏品 一些模型车 漫画书 在客房的窗台上 整个窗台会做了修饰效果 用了很多色面的墙身 去区分整个日式风格 避免现实一些窗框 和整个设计不相符 烫窗也会用了一些调子和和纸的设计 去加强日式效果